1月22号广西三江洞足自制线古仪正一座古楼实现整体钓椅 从原来的地方钓形200米后安心架 被移动的古楼名字叫多嘎古楼 建于2004年9层高15米宽11米 负责此次钓椅任务的师傅吴大明介绍 要实现古楼的整体斑线 必须先将瓦片卸下来将古楼进行固定 才能进行钓椅 钓椅时古楼不能摇摆 钓车只能靠机器的臂来慢慢移动 200多米的距离要将古楼调放5次 才能移到新的地址 每一次古楼平放都很讲究 到的过程中是 第一面没坪的 我们都要拿木头来点坪 没给它一根局是高低 它又要高低的 它就送洞到那里 结构都没得 钓过来我们都要坪坪的 像是水层的根子 教的国家 今年54岁的吴大明 12岁开始学习木构建筑 从事木构建筑已有40多年 此前他已指导搬移过三个古楼 搬三个古楼 以前搬的那些都是18米 下面一层就搬上来一层 现在的员员就是几个古楼 几个楼就搬两百多米 据了解 此次古楼搬移系城区建设需要引发 钓移古楼旨在保护三江独特的古楼建筑记忆 广西三江洞足自日县被誉为世界楼桥之乡 全县有古楼228座 风雨桥197座 三江独特的建筑记忆 浓郁的民族风情 每年都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优优独特的建筑记忆 刚才出现 澳 KP 以海底